各位朋友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個比較特別的 也是非常有用的指標 名字叫做三色彩虹 在專屬這裡 三色彩虹大家點擊一下 點擊出來之後 我們看到它會形成我們現在的這種圖 有四條軌道的形式在我們眼視前顯示出來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橙色的大柱小點這些號 它是一個震動區間 這條線我們叫做震動區的上軌 這條線叫做震動區的下軌 除了這條線之外 我們還看到有綠色線和紅色線 綠色線我們叫做強勢區的上軌 紅色線我們叫做弱勢區的一個上下軌 這個地方哪些位稱之為強勢 哪些位稱之為弱勢呢 通常是這樣 如果我們看到的震動區上軌 和綠色線之間的這個位置 我們叫做強勢區 如果在這個震動區下軌 和這條紅色線的這個位置的區間 我們叫做弱勢區 如果一隻股票呢 它運行在一個震動區的話 走不到震動區下軌 不跌穿的話可能就會無法升上 但是它一口跌穿了震動區下軌的這個下軌 它很大機會就會運行一段時間在弱勢區間之間 也就是說在下軌和弱勢區下軌之間的這段 OK 那什麼時候有機會出現這個超跌反彈 有時候會站穩呢 如果它打到我們的弱勢區下軌 也就是說紅色線 跟著出現這個紫色的K線圖的時候 通常它有機會出現一個超跌反彈的走勢 所以我們看到里長的車 它就出現了這一種類型的走勢 打到下軌 跟著再反彈 慢慢慢慢升 再上回這個震動區的一個過程 好了 上回震動區之後呢 它就突破我們的震動區的上軌 跟著呢 走進了我們的這個強勢區 那邊周的強勢區呢 也就是說綠色線和我們的這個上軌之間 它就叫做強勢區 好了 那一旦突破了綠色的這個強勢區上軌 它就會形成一波比較強勢的上弓了 好了 以藍色線的狀態展示在我眼前 以藍色K線圖展示在我眼前 好了 如果它一旦跌穿了這個強勢區的上軌 即是由上面 下軌回來了 那它呢 會出現這個紅色的墊頭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快點賣出來 因為它很大機率來說 已經是跌穿了這個 我們的綠色線之後呢 很大機率呢 會回去震動區間 去進行穩限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你的上軌是很標準地走出這種對方的走勢 那這個指標 它會怎樣幫助我們呢 這個指標其實呢 就是幫助我們去找出一些入場位 漂亮的一個安全邊際高的入場位 和找出一些比較重要的一個阻力位 在什麼時候呢 你可能要出場 給我們一些提示的提示 好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三色彩虹 它帶給我們的一個功能 那其他股票呢 一樣的 大家都可以看看 它的一個分析 和它的一個運行的思路 都是一種 比較標準的模擬 有時候呢 它可能沒有打到下軌 但是呢 它走回上軌 即是走回震動區的下軌 基本上呢 它都可以進行衝一衝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大家可以多些研究一下它 基本上呢 都會給到我們一些重要的提示 好 不過呢 大家看看金星雲 是吧 打到這裡 爐底 一波上來 這裡減貨 又下來 再上去 減貨 基本上呢 很標準的一個類似的走勢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三色彩虹 它的一個基本應用 好啦 多謝各位同學